大家好,最近大家都在搜索无锡公益职业技术学院 这个男孩今年是21岁 他这个名字叫徐某进 是哲明学院2024届的这么一位毕业生 因为考试不合格,未拿到毕业证书 以及他这个要毕业肯定会参加实习 对这个实习的报酬不愿意 就是嫌给的少 徐某亲对整个市是承认了 反正目前正在处理后续的结果处置 后续的整个市呢还在就是说查一查当中吧 整个就是事情事发的时间是11月16号的晚上7点左右啊 一开始就是说显示江苏无锡这个技术学院内啊 有人啊 反正就是说啊 不知一名吧啊 就是当时事发的时候呢 就是有人就说啊 你们都不要出去啊 都不要出去 当时就说值班人员讲啊 就是说 反正这个里面还有很多事情不便透露啊 这所无锡工业职业学院呢 属于是蒋苏省教育厅的一个普通的高等学校吧 以前他这个前身呢是蒋苏初级这个陶瓷科技职业学院啊 有网友就是说啊 这样的学校呢 就是说稍微学习一下呀 非常非常好 毕业啊 就是有网友这样评论 现在的很多学生呢 显得非常的浮躁啊 学生的心理呢 教育啊 比这个文化科上这些教育呢 其实是更重要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开始喜欢安稳低调的这么个生活啊 不再去追逐光鲜亮丽啊 灯红这个灯红酒绿吧 这个年轻人的身材呢 有点就是说发福啊 有点走样 只要坐下来啊 就是说这个肚子上会有一坨肥肉啊 就是喜欢如果喜欢跟朋友去唱歌呢 反正这个歌词歌单里面总会就是那么棘手啊 面对熟人呢 就是说聊天啊 就是面对生人呢 不会就是说主动去搭讪啊 开始有意识的缩小自己的这些交集圈啊 这些朋友圈吧 越来越来越不喜欢改变啊 对未知的事情呢 会感到非常非常的这些焦虑吧 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说 喜欢玩通宵啊 第二天去上班 现在呢 只要就是晚上熬了夜啊 如果他这个身体恢复啊 至少需要一个礼拜的这么个时间吧 就是说 曾经就是说 看到以前的物品 或者说是电视剧啊 听到某些故事啊 或者说是老哥吧啊 可能回忆起自己以前的事情 有的时候就会感慨啊 有的时候就是感慨的泪流满面吧啊 反正越是渐气 越是这样的 越容易就是不记得啊 越是以前的这些事呢 很多事啊 反而呢 记得是非常清楚的啊 感谢大家收看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